而我们持续要来看的是 年底的九合一大选的这一战 在桃园的这一战 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 包括了像陆文门跟幻将风波之后 现在有个最新的民调 就是国民党的桃园上的参选人张善政 还有民进党的桃园上的参选人 郑运鹏支持度是在拉锯当中的 这一份的民调是TVBS所做的民调 我们可以看到张善政目前的支持度 是维持在36% 而郑运鹏稍稍的提升到27% 两个人差距到9个百分点 另外突党参选的郑保卿 现在是8% 还有民众党籍的赖湘林是5% 跟8月中的支持度来比一比 张善政还有郑运鹏两个人的差距 是从11% 现在略略的有所拉近到9% 民进党认同者支持郑运鹏 是66%到74% 而另外有一个这个问题 是说选民们会去投票吗 77%的市民表示说会去投票 不过有15%的人是说不会去 那么现在时事评论员陈凤欣 他就说了 只有张善政的喜欢度 是大于不喜欢度的 另外不喜欢郑运鹏的34% 就会变成喜欢郑文燦 而也不会投给郑运鹏 这样子的状况 那么陈凤欣他也进一步的分析说 郑运鹏他现在是主攻 张善政的研究案 民调上看起来对张善政是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而郑保卿的参选好像也不太会刮分到 绿云郑运鹏的一些选票 时事评论员陈辉文现在也说了 郑文燦现在的是有71%的满意度 如果可以成功转移给郑运鹏的话 那么最终的选举结果有可能 跟现在我们所做的民调 张善政领先的部分是大意其去的 好 今天我们就想要请问保真了 目前的这个民调 你觉得有参考价值吗 或者是说之后真的有可能会翻盘吗 想听保真的分析 其实每一份民调都一定会有参考价值 当然他可能都会有一些 所谓的机构效应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自己稍微去分辨一下 比方说这一家民调 他可能是哪一个媒体去委托做出来的 那这个媒体平常他可能对于哪一个颜色的阵营讲话 是比较友善的 或是比较不友善的 那他做出来的民调 其实最后所显示出来的结果 都一定会有一些落差 甚至会在一个两端 就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通常一般在比民调的时候 我们就是拿同一份 同一家做的民调 我们拿这个月份跟上个月份 或是跟上上个月份 我们去做一个趋势的比对 而不要拿这一家民调跟另外一家民调 我们去做比对 因为那个就不准了 所以我们要跟同一家 民调公司所做出来的 然后跟不同月份的 我们去做一个比较 你才能够去看出来说 那个趋势到底是往上 又或是往下 这可能是大家在观察民调的时候 可以去关注到 但我想要先以我们民众党 自己切身的一个 碰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待会再来分析一下 桃园这一场悬战 到底未来的一个走势 好跟大家说 因为最近突然有一些名嘴 开始说民众党的议员 这些候选人选情不利 很危险 可能会全军覆没 结果我们就看了一下 想说这份民调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出现在某阵营的民调 但是从头到尾 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份民调数据报告 全部都是口耳相传的 那我们就忍不住就想问啦 为什么做出来的跟我们自己 党内所做的民调 最后的结果落差这么大 你当然可以说那是机构效应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我觉得要嘛 你想要去讲这份民调不是不行 但请你拿出数据来 告诉我们你的取样的样本数 几千个 还有包括你做的时间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那你甚至有分析了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职业别 完完整整的数据报告 摊出来给我们看 心服口服 就好了 那你不要只是变成说好像试图 想要带风向吗 你想要去贬低小党的士气 然后让大家觉得 民众那么好啦 你投票给他也不会上啦 是想要带这样子的风向吗 我觉得如果说变成是这样子的 政治操作的话就不可取 所以好不好 这个拜托 如果大家想要再评论这些民调的话 就像现在我们中天所这样子播出来的 他是有具体的一个民调的报告数据 他也能够说得出是来自于哪一个机构 这样才是可信的 至少是比较可信的 好 那我们再回来讲桃园这一场 现在看起来 张善政他的支持度可能没什么变化 但因为绿营他主要是有 所谓的郑韵鹏 然后还有郑宝钦 现在可能彼此是有些拉锯的 但因为民进党他们的习惯是这样 郑宝钦对他们而言 可能已经有点类似于被鼓仔了 就是他们其实不太会去支持 所谓的被鼓仔 他们可能会比较支持他们自己的人 但他们还在持续观察 因为他们担心会不会又是小致2.0 那郑文燦即使一直帮助郑韵鹏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郑韵鹏要连任第三任一样 就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大家想看到 所以桃园这一场你说到最后 郑韵鹏真的有机会吗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大问号值得观察 好 我们谢谢宝针这么精彩的分析 我当然到了选举之前 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民调都会出炉 不过还是要考验着 大家有没有仔细在分析 而我们之后也会再请宝针 再加入我们的对谈 非常感谢宝针今天早上加入我们的新闻对谈 宝针拜拜 拜拜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